大家好,我是卡卡米尼旗舰店的小妮 这一集我们来教大家学习勾这个橙子挂件 好,那么这个用到的线是我们店里的五股牛奶棉线 首先呢,我们用橙色的勾中间的位置 好,右手拿勾针 捏住线头在我们左手的小拇指上绕一下 拉出,用中指和大拇指捏住线头 将勾针放在线的下面,这样子拉出一个圈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勾针这样子绕一下线 把线,把绕的线从后面的线圈里面这样拉出来 好,然后绕一下线 绕线从后面的这个线圈里面 勾出来 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圈里面勾六个短针 短针的方法 将勾针穿入这个手指这个大圈里面 绕一下线 将线勾出来 好,勾针上面现在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一次性从后面的两个线圈里面 勾出 好,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凸起 那么我们就把手指拿下来 轻轻的扯一下这个线 好,再放回原位 这里就等于我们第一个短针勾好了 第一个短针勾好 我们需要扣一个介绍扣 介绍扣扣的位置 大家看好 是这样子 往下穿过去 就是勾针下面的 这样子侧过来一点看 可以看到勾针下面的一个这个辫子形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六针的第一针 好,这个第一个短针就勾好了 继续 勾针穿进去 绕线 将线勾出 绕线 一次性勾出来 好,这个是第二个短针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辫子 好,进针 绕线 将线勾出 绕线 一次性勾出 好,这个是第三个短针 进针 绕线 将线勾出 绕线 勾出 好,第四个短针 进针 绕线 勾出 绕线 勾出 第五个短针 进针 绕线 勾出 绕线 勾出 好,这是第六个短针 第六个短针勾好以后 我们再拿一个记号扣 扣在我们的第六针上面 扣记号扣 都是扣在我们这个钩针下面 下面的这个 辫子上 好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从我们的第一个记号扣 扣好的这个位置 数到我们最后的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呢 一共就是有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辫子 这样子就是对的 好,然后拿下手指 我们用力扯这个线 将它 合并 这样子收拢 好,然后头尾相连 需要勾引拔针 引拔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 我们把它这样子扯一下 就会比较容易 容易 勾一点 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 将勾针穿入 刚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好,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勾针放在线的下面 我们现在需要勾引拔针啊 放在线的下面 将线勾出 好,勾针这样子 慢慢的转一转 它就比较容易拉出来 好,勾出来的线 从后面的这个线圈带出 那么我们在 从后面这个线圈带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 这条线不要动 然后我们要收紧后面的这个线圈 这样子我们的引拔针的位置 会比较好看 好,那么我们把前面的线圈 从后面的勾出 然后把后面的线圈拉紧 好,大家看啊 这样子把这个线圈 勾出来 然后用力的收 这个后面的线圈就会收紧 好,勾好以后的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往回收一下 这样子我们的第一圈就完成了 好,接下来勾第二圈 第二圈的规律是 呃,六个加针 六个加针 首先我们先勾一个起力针 每一圈都要先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勾一个起力针 好,那么下一圈是六个加针 那么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是在 刚刚勾扣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找不到 找不准是哪个位置 就从后面的记号扣往回属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往回属 这样子测一个测过来一点 就可以看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辫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第六个,这个孔里面就是我们要勾第一针的位置 好,第一,每一个里面勾两个短针啊 穿进去 绕线 勾出 然后绕线 勾出 这个是我们第二圈的第一个短针 勾好以后扣上记号扣 扣记号扣同样是扣在勾针下面的 这个辫子上 好,然后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短针 进针 绕线 勾出 绕线 勾出 好,这就是 加针的方法 就是在同一个孔勾两个短针 好,下一个针目同样勾加针 一针 同一个孔再次进针 勾一个短针 好,然后下一个针目 继续 每一个里面 都勾一个 短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针短针 在同一个孔勾两针短针 好,然后下一个 同一个孔 同一个孔 再勾一个 同一个孔 一针 好,到第五 第五针上面了 一个 在勾一个 再勾一个 好,然后接好扣这里是第六针 也就是最后一针同样勾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 这个两个勾完呢 我们要在最后一针上面扣上记号扣 好 扣记号扣的位置啊 勾针下面的辫子 好 扣好 那么这一圈勾完以后一共是12针 我们第一圈是6针 然后这一圈是每个上面加一针 所以就变成了12针 好 然后取下交扣头尾相连 勾引拔针 引拔针的方法 这样子勾出来 同样的方法 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线圈收紧 这样子 拉出来 把后面的线圈收紧 好 然后把线往回 拉一下 然后一个辫子 好 接下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的规律是隔一针加一针 隔一针加一针就是在第一针 复加针 这第一针在刚刚扣记号扣的位置啊 同样的方法 我们这一圈12针 如果大家找不到第一针的位置 就从后往前数 数到第12个 好 第一针上面 先勾一个 短针 然后第一针勾完以后 扣上记号扣 好 然后第二针上面我们要勾加针 好 勾一个 然后同一个孔 再勾一个 好 下面呢是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 一个加针 同一个孔 同一个孔 再勾一个 好 继续 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 加针 好 一个 短针 一个 一个 加针 一个 加针 短针 一个 加针 同一个孔 再勾一个 好 最后一组 一个短针 然后交扣的位置是一个 加针 一个 同一个孔 再来一个 好 最后一针勾完 扣上记号扣 一定要看好位置 勾针下面的 辫子上 好 然后头尾相连 勾引拔针 这个是第三圈 勾完以后呢 一共是18针 好 继续 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勾第四圈 第四圈的规律 我们勾好以后 如果它有点凹下去 我们把它翻出来就行了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里面 有限度是里面 好 第四圈的规律 是隔 隔两针 加一针 隔两针 加一针 第一针还是在扣记号扣的位置 一共18针啊 呃 如果找不到就往回数 第一针勾好 扣上记号扣 好 一个 两个 隔两针 那么就是在第三针上面 加针 好 一个 一个 两个 第三个上面 加针 一个 两个 第三个上面 加针 加针 一个 两个 第三个上面 加针 一个 两个 第三个上面 加针 好 一个 两个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针了 加针 同一个孔 再勾一个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四圈的最后一针啊 最后一针勾好 扣好 交扣 勾针 勾针 下面的这个辫子上 好 取下 交扣 头尾相连 勾引拔针 好 接下来勾第五圈 第五圈是隔三针加一针 但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 加针的位置错开一下 那么大家跟着我的来就可以了 先勾一个辫子 好 第一针的位置正常勾好 第一个 第四圈勾完是24针啊 好 扣好 交扣 勾针 下面的辫子 好 然后我们在第二针上面先勾一个加针 一个 同一个位置 再勾一个 好 我们已经勾了一个加针 接下来都是隔三针一个加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好 三个 然后在第四个上面 加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上面 加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就是